舰艇在海上作战航行时 随时可能因重弹触胶搁浅 而造成舰体及管路的破损 损害管制 简称损管 就是在舰艇遭到破坏后 所采取的紧急消除和修复措施 它关系到舰艇的生存和战斗力恢复 在海军部队 损管训练考核是所有舰员的必修课 只有通过严格的考核 拿到相应的等级合格证书 才可以继续留在舰上工作 这两天恰逢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勤务保障大队 正在组织保障损管训练年终考核 我们的记者李孝琪也全程参加了这次考核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海军的一个损管训练室 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有这样两个模拟训练舱 在这里可以分别完成支撑和堵漏的训练 那么现在呢 我就换上衣服和官兵们一起来进行一次训练 首先进行的是支撑科目的考核 它需要参与者有高度的默契 既要迅速判别舱室的受损情况 还要在最短时间内截取出不同长度的木支柱 组合成损管支架 完成对破损船体的加固 在海上的话如果看似一个不大的洞 也有可能会几分钟让这个舱室完全淹没 考核中力量不足让我在固定木歇环节里履拜下阵满 但其实这已经是整个支撑考核中相对简单的部分 考核再继续 难度也在升级 支撑考核过后是更具挑战性的堵漏考核 强烈的爆炸冲击 破碎的船体碎片 大量涌入的冰冷海水 各种险情接踵齐来 在战友们的鼓励和帮助下 我很快冷静下来 和大家一起根据破损口的朝向 形状和大小等因素 合理选择工具 在1分58秒内成功封堵两个破损口 我刚刚跟战士们完成了一次 损管堵漏训练 现在已经入冬了 天气非常的冷 在刚才水流拍打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已经浑身都湿透了 而且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要完成这次训练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 而且也比我想象中更难 而在现实中 在海上 可能这样的破损口会更大 水流也会更急会更强 所以呢 我们战士们 只有在这样的训练场上 历经千锤百炼 才能在战场上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不��요 Anyistance 专门 各位 愿赞 好